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牛的开源的ERP软件 叫做Odo 这是一款非常不错的ERP软件 它可以快速地完成应用的开发 那么它现在就是我屏幕上的这款软件 这个的话是我在本地部署的一款 本地部署的一个社区感染 Odo 16 那么接下来我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个Odo是什么 Odo是一款全功能的企业资源规划ERP软件 它提供了广泛的业务管理功能 可以帮助企业管理各个方面的业务流程 比如说销售 采购 库存 制造 财务等 这些都是其实它已经包含在它的模块里面了 就是屏幕上这个 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的模块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应用 你只要点击这个激活 这个的话它就就是安装了 比如说这些的话我是已经安装了的 这些的还没有安装 然后这些下面就已经安装 你安装的话它就跑到这来了 你就可以点这儿 进入比如说这个讨论是一个通讯相关的一个模块 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块 然后其他的项目联系人 然后这个员工这些都是它已经预知的里面了 然后Odo它是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企业版一个是社区版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是社区版的 那它们两个的区别就是 企业版的话就是包括了一些 就是社区版不能使用的一些应用 你比如说这些就是这个知识 这个升级它就没有安装 所以说社区版它是用不了的 一般的话就是企业版和社区版的区别就是社区 它底层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企业版的默认的就是Odo官方自带的一些模块 我们用不了 社区版用不了 就这个区别 那么Odo的话 它的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全面全面覆盖 它有丰富的功能模块 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它有Odo已经官方已经帮我们写好了很多模块 你直接可以拿过来用 采购啊 库存啊 生产啊 就是财物啊 这些 但是呢 这些的话 其实 有一点 稍稍有点还是水堵不服 所以说我 我拿过来的时候 我不会直接就点击安装 它们然后就用它来用 有些时候 确实和自己的业务流程啊 这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 看它们的 开发那种思想和那种原理 然后就自己 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再进行 开发类似的 类似的一个模块 然后Odo这个框架的话 非常灵活的框架 刚才也看到 它是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的安装的 所以说 它是极插极用的 就是插件式的 你可以自己 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安装它 卸载它 然后还可以自定义 就是说 还可以扩展 就是继承它 都可以 然后 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Odo这个界面的话 Odo的这个界面是 它是非常相当的友好 做得也还是挺漂亮的 用户体验感 还是非常不错 上市应该 新用户的话 上市也比较快 然后它这个 最强大的一点的话 Odo我觉得是应该 它的是 报表和分析的功能 它那边预示很多 那个报表 图表 还有一些仪表盘 你比如说 我这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里面 它是我的仪表盘 它说后面我会讲到 它是怎么把自己的数据 发到这个仪表盘里面 还有就是 它有丰富的第三方 应用支持 还有强大的 看影社区 有众多的开发者的话 不断地贡献和扩展 他们的应用 这第三方的应用市场的话 有些是收费的 有些是免费的 其实免费的 也有很多 好用的模块 直接拿过来就可以用 所以说它的生态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 我自己安的这个 这两个就是第三方 模块市场里面 下下来的 安装的 这个的话 它就是因为欧度的话 它这些有些标题 上面这些 上面这些标题 它有些是需要改 需要改的 就是说它欧度自带的一些标志 或者这些 你实际开发当中 实际部署当中的时候 你需要把它改掉 所以说这个模块的话 就是拿来改这些 名称啊 还有这些下辣的 这些 这些 这些都是我自己改的 因为它之前 这儿有一大列了 一大树 树行这种 我把它隐藏了一些 就是来改一些 基本的一些 样式啊 隐藏一些欧度的标志啊 这类的作用 那总之 欧度是一款丰富 灵活 而且可定制的企业 资源规划软件 深运用各种规模 和类型的企业 它帮助企业提高 运营效果 优化业务 业务流程 并提供全面的数据分析 和决策支持 欧度的话 就简单的介绍这里 现在这样讲起来 也比较空 如果是结合了 一个项目的话 你微波走下去 然后大家的印象 就比较深刻 所以今天就简单 介绍到这儿 下一集的话 就会讲 怎么安装欧度 然后安装完以后 我就开始 写个简单的项目 如果你也在学习欧度 的话 请支持一下我 订阅一下 再点个赞 我会做更好的视频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谢谢大家